這個平安夜真的是冷嗖嗖 又變冷 開始降溫了 那麼今天有大陸冷氣團南下 而且強度還接近強烈大陸冷氣團 感受起來越晚越冷 到禮拜二清晨前 全台都是偏冷的天氣 今天北部 東北部 現在晚上你出門 已經降溫到12 13度了 而中南部的晚上低溫 大約只有13到15度 花東地區是17到18度 那麼明天中部以北 還有東北部的低溫 只有11 12度而已 其他的地區也只有13到15度 更不要說沿海空曠地區 還會溫度更低 夜間清晨都是相當寒冷的 要提醒民眾都要注意保暖 就算白天回溫也是很有限 所以感受仍然是偏冷 我們就來看看現在外頭 氣象局持續發布的低溫特報 包括了有基隆市 有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 還有苗栗縣 跟台中市 另外還有金門 都是亮起了黃色的燈 也就代表今天最低溫 有機會來到10度左右 那麼加上今天還有下一些雨 低溫跟下雨的影響下 體感溫度降到更低 所以要提醒你現在在外頭的話 一定要記得多穿一點 至於下雨的部分 明天開始情況就比較不一樣了 因為明天雖然降溫 但是你看到水氣逐漸的減少 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雲到晴 唯獨只有在東半部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至於沿海風浪就比較大了 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半部 橫圈半島沿海容易有長浪出現 如果你要到海邊活動的話 要注意安全 折定來看明天是乾空氣南下 所以降雨會減少 而且是禮拜一一直到禮拜三 水氣都是比較偏少的是乾冷的天氣 而禮拜三東北季風才會逐漸的增強 那麼到時候北部還有東北部 可能在迎風面會出現一些降雨 禮拜四的話 南方雲系就要北移了 所以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會提高 全台灣都會出現降雨 尤其就是在北部還有東半部 是特別明顯的 而南部還有中部的山區也會有降雨 直到禮拜五雲系消失 周南部就會恢復多雲到晴的天氣 不過要注意這一波 南方雲系不確定性比較大 隨時都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好 禮拜一夜誕節 禮拜二清晨是這部冷氣團最冷的時候 北部地區從今天到星期一 這高溫只有16度而已 那麼第禮拜二開始 因為冷氣團開始減弱了 所以高溫就逐漸的回到了22 還有24度 不過周末受到東北進風的影響 高溫就會再往下降一些 至於低溫的部分 現在到禮拜要注意 就是只有12度左右而已 周末以北的空旷地區 還有機會會跌破10度以下 從禮拜二開始才會逐漸回升 那麼低溫會升高到19度 至於南部地區 高溫從星期二開始 就會逐步的上升 一直到周末還可以來到25度 而低溫的部分 一直到周是比較冷的 只有14到16度 所以可以看到 這溫差是相當大的 好 今天兩天的確很冷 清晨夜晚要注意保暖 今天北台灣的東半部地區 都是比較濕冷的狀態 不過到了禮拜一開始 冷空氣暴到 所以水氣是比較少的 是比較偏乾冷的天氣 要回溫的話要等到 禮拜二一路到禮拜三 冷空氣減弱 白天溫度會明顯回升 各地的高溫有20度以上 那麼這回暖的天氣 會持續到周三 白天是舒適的 北部高溫有22到24度 中南部甚至會到25度 不過來到了下週四 又有一波東北季風暴到了 所以冷的感受 雖然不會太明顯 不過預估 這跨年前冷空氣再南下 一路到跨年 都是偏冷的天氣形態 北台灣會稍涼 北部東半部會有雨 而其他地區則是 多雲到晴的天氣 好 我們來掌握一下 明天的各地溫度 首先來看到 這是北部地區 溫度是10度到17度 假於這率是10 這個是比較偏乾冷的天氣 雨不會下得太多 好 中部地區的溫度 是11到20度 再來看到南部地區 溫度是13到23度 還是要注意日夜溫差 可能會來到10度之多 而多部地區溫度是11到20度 外島地區9到17度 好 冷空氣 冷氣團再度的來襲 全台灣今天是越晚越冷的 今天晚上平安夜開始變冷 而且全台就開始轉為乾冷 週末有活動 晚規則要攜帶保暖的衣物 因為越晚越冷 降溫是很有感覺的 而東北風再度的增強 上午開始桃源到台南 橫沉半島沿海空曠地區 澎湖 南雨 綠島 都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沿海的風浪很大 所以要提醒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 橫沉半島沿岸有長浪的出現 你要如果去海邊的話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上是我們今天 為你掌握的氣象資訊